歡迎收看 歡迎把抓 我是張大和 今天我們要討論題目是 柯又拿翹了嗎 水牛伯送招 韓國有事 台灣有事 三大主題怎麼聊 現在介紹特別來賓 第一位 新北市議員葉元之 趙和好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李柏毅 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柯宇安 趙好 大家好 軍情與航空網站主編施孝偉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晚安 好 今天早上啊 柯文哲總算出來了 前幾天都在幹嘛 唱求鳥 都不回應所有的 關於立法院的這件事 都認為雙簧可以解決 現在好像覺得是不能解決 今天特別出來講 畢竟現在好多個劇本 一二三四五個劇本 滿天飛啊 今天柯文哲怎麼樣說 我們來拆解他的說法 第一個他說 來 不管你藍或者綠 立院龍頭候選人 來來來來 來我們民眾黨團 好好的說明一下你的想法 我們去採個閉門會議 有需要開記者會的時候 再通知啊 不要搞像軍院那樣 不好看啦 如果媒體全部都來這樣拍 我們要講什麼呢 沒有意義 但是柯文哲 你還好嗎 你現在前面四點承諾 真的是以為你發考卷下去 大家把答案拿回來之後 你現在又要再interview 是不是 要藍綠兩黨跟你來說明 你是什麼意思呢 第二個 這個立院龍頭選舉我們是再次聲明 團進團出 跑票試試看 直接開除黨籍 尤其現在都是不分區嘛 開除黨籍就是等於講 你的立委不用做了 所以呢我們來看到 我剛剛講了 有12345個劇本 這樣滿天飛的情況之下 他今天講了團進團出 又講了這個 誰敢跑票 開除黨籍 那是不是有些劇本可以刪掉呢 五大劇本 韓江沛 第二劇本 游昌沛 第三個劇本 民眾黨票投自己 開放投票 分裂投票 所以你可以把幾個都刪掉了 因為你跑票的 會開除黨籍 那現在對於民眾黨來說 民眾黨內部有很多的爭論 因為怎麼做都不對啊 我靠近綠 小綠小綠笑死人 我靠近藍 小藍小藍笑死人 我要選哪呢 雖然現在有很多種說法 不要想太多啦 你畢竟是在野黨 你最主要是要監督執政黨 那就是綠跟反綠聯盟嘛 就這麼簡單 所以現在民眾黨人是有說 藍白破局之後 如果支持韓國瑜 當國會龍頭 小藍 選舉期間課問者 批評民進黨啦 選後在國會龍頭 卻投給綠 哎呀對支持者 坦白講 很難交代 都說綠怎麼樣 綠怎麼樣 你做龍頭投他 什麼意思呢 雖然我們都知道 你跟游錫坤的關係很好 但你也不能辜負選民的期待 好 那現在呢 利潤龍頭這件事情 今天他們的老大出來講之外 現在啊 內部的這個風起雲湧 茶壺風暴 今天老大也有出來講話 包括昨天蔡壁如 這個沒有吃尾牙這件事情 她說 欸怎麼會這樣子 Google的這個搜尋啊 我們怎麼會這麼多筆啊 這應該沒有很嚴重吧 不就是一頓飯而已嗎 很嚴重啊 不嚴重的話 大家幹嘛去搜尋呢 就覺得是有意思嘛 好第二個 對於黃珊珊 這個雙重黨籍這件事情 她今天也沒有特別回答 說欸黃珊珊 這件事情是不是要回答呢 原因就是因為 民眾黨的中平會 進不分區立委 雙重黨籍啦 那黃珊珊這次終於說話 說我們會按照程序來辦理 也承認了這件事情 畢竟他們黨有黨規嘛 離張以上你要出來競選 本來就不能有雙重黨籍 之前不是講柔性政黨等等的嗎 還記得之前 這個謝利空出來噴的時候 戰狼小姐姐就已經講 我們是柔性政黨啊 允許雙重黨籍嘛 你謝利空怎樣 缺德 無恥啊 是不是 殊不知過幾天之後 民眾黨的中平會就說 不能夠這樣做啦 那徐徐趕快出來緩夾 那此次的中平會 是例行性的會議 邀請八位不分區立委 准立委來相互交流 不過這個美麗寶電子報的 董事長吳子佳就說啦 這根本就為了黃珊珊開這個門嘛 因為當初就已經是 里長選舉以上都必須要單一政黨 那你黃珊珊是不是 明知故犯拔戶囂囂呢 而且她同時也點出錯黃珊珊之外 還有兩位不分區委員 也承諾立即辭去第二的黨籍 並非僅有黃珊珊 好對於黃國昌來說 今天跟在這個柯文哲旁邊呢 他要稍微的咆哮一下 對於記者提問 你懂了嗎 你聽懂了嗎 你們要懂我的邏輯跟脈絡啊 跟論述啊 那現在黃國昌真的也算是 有這個立委經驗 也蠻厲害的 在這局立院之爭啊 他蠻會來做一個挑撥跟分話 第一個他昨天提出了 尤錫坤跟柯建民兩人發言不一致 那賴清德 你是不是應該明確的表態呢 尤柯欣解 那第二個 禁立院前啊 民進黨多少法案 是我寫的啊 我之前是學者啊 你們之前能夠推出那麼多法案 能夠過關 這一些這麼好的法案 不就是出自於我手嗎 那你現在打我 是打什麼意思呢 來博弈哥 我們先從柯文哲今天早上出來談好 哇 今天一出來之後 八個期的部分紀律委跟大家旁邊 氣勢很彷博啊 一出來之後就不一樣了 我的考卷 你們寫了沒 寫完之後 通過來 interview 藍綠兩個都得跟我談 先講民眾黨 一開始開一個記者會 提出了四大主張 叫藍綠來作答 出考題 是 那個時候我給他四個字 叫抬高自己 現在呢 民眾黨是說 叫藍綠的一些候選人 到他的民眾黨團來 所謂的報告政見 我還是給他四個字 叫迷失自己啊 迷失自己 迷失自己了 他是八席還是八十席啊 這敢不清楚狀況啊 當然 大黨的候選人 想去跟小黨拉票 正常 非常合理 是 但是以往我們能看到 都是候選人去跟 所謂的小黨說 拜託想去會見一下 希望能夠獲得他們的支持 雙方來溝通 我沒有看過小黨 跟大黨說 你來 你來 要我支持你的話 來我們黨團 跟我們報告政見 我真的是 不曉得該怎麼回答這個話 我真的覺得迷失自己了 他真的是 他現在是立院的誰嗎 還是說 只要他決定了 好像你就會上一樣了 對 這東西是非常奇怪的 這種指高欠的態度 我相信 藍綠原則上 都不會去吃這一套 因為如果 還去附和他 那黨格數都不見了 是 再第二個 我覺得更好笑的是 柯文哲說 藍綠兩黨的候選人 來我們辦公室 做這個報告政見動作 然後他補了一句 他說絕對不會像 軍院媒體那樣 現場直播 是閉門會議 我真的不懂 現在是要藍綠去報告政見 不是去喬政見 大家有看過 政見發表會 是閉門會議的嗎 政見發表會 是關了門 只有我們幾個人知道的 都是公開給大家聽 對嘛 都公開給大家聽 開直播開電視的嘛 為什麼要閉門會議 如果這是來 所謂的報告政見 就是應該要 開大門走大陸 是 完全就是公開通明 沒有什麼好說 而且別忘記了 民眾黨要談的主軸是什麼 他主軸叫做國會改革 對 結果你居然國會改革 是要閉門來改革 那改革什麼東西 要不要改革了嘛 這樣我就聽不懂 那柯文哲你閉門 到底是為什麼 你想喬什麼嘛 我不曉得對啊 你要改革什麼東西 改革是關係嗎 自己繼續慢慢喬 喬完結果再改革嗎 別忘記了柯文哲 你之前主張的是什麼 反黑箱公開透明 你到底還記不記得 你講過的話 我只能說 選舉政府的立法院院長 真的很重要 不管是對藍對綠 都很重要 但不要忘記一點了 每個黨有自己黨的黨格 跟自己堅持的理念 跟小養合作 絕對是我們希望達到的事情 以及方向跟目標 但絕對不是來墊高你用的 也絕對不是來負荷你用的 如果民眾黨柯文哲到現在 還是搞不清楚狀況 一樣用高高在上的態度 來跟國民兩百談 我只能說 他不會講什麼 策略無選儀嗎 他根本就沒有無選儀 他最後唯可能只有一個策略 就是你除了投自己之外 你根本沒有得選擇 對 如果你有種真的去投了民進黨的 不管是游錫困也好 蔡奇昌也罷 那我們就要檢查你 你是不是拿了民進黨什麼好處 要不然你最後為什麼不投你自己 跑去跟民進黨合作 所以我只能講 選舉本來就是大家互相尊重 互相溝通 不要用一些自以為是的態度 這種態度只會得到反感 只會讓其他政黨更不屑於你合作 這絕對對大家都是沒有好處的 來 元智你怎麼看 我只能你會有一種真心換覺情的感覺 當初他提出自己的承諾 藍綠都沒有人理他 藍稍微還有一點橄欖枝 前幾天韓國瑜接了球 我很認同 連黃國昌說讚喔讚喔 沒有問題我認同 今天柯文哲也沒有壓根講這件事情 那又叫了兩黨過來 interview或者是怎麼樣 真的如博弈講的 是墊高志祺嗎 把你們踩在下面 還是真的覺得自己現在又變成大的 我覺得柯文哲一直沒有走出來 你看他今天講話又是說 叫我們去黨團報告對不對 不會像軍樂那樣 要開閉門會議 你又去扯軍樂幹嘛 這跟軍樂有關嗎 感覺就是你一直陷在軍樂那一場 會議走不出來 然後對照他的老婆陳佩琪 一直不斷的提到念簡訊這個事 所以你就知道說 他的那個悲傷期還沒度過 所以他還沒度過 他三不五時就要酸一下 酸一下 就是說要故意用話語 刺你一下 刺你一下 可是我們現在 一般民眾已經不care 那時候軍樂發生的事情了 為什麼 因為已經翻頁了 那個軍樂是什麼時候是 是11月20幾號的事 今天都已經快二月了 都已經過了兩三個月 你還一直扯那個舊帳 人家會覺得說 你只是小心眼而已 我覺得關鍵還是說 那你柯文哲 你到底是支持誰 你支持誰 不是用你現在這個方式 你說叫國民黨民進黨 怎麼去跟你報告 你有那麼大嗎 我覺得有這麼大嗎 真的如果說你的目的是 是會要做國會改革 那韓國瑜也回應你了 你要四項 韓國瑜說五項 比你要的多一項 你們還加碼 加碼 那不是已經達到你的目的了嗎 而且今天許甫 就是副秘書長 許甫他也講了 他說選前是有承諾說 會支持韓國瑜 但是現在情況不同 他說情況不同 他也轉換 對 他轉換 他說情況不同是說 因為後來藍綠氛圍不好 現在大家關注的是 國會能不能改革 好啦 我就問 真的講國會改革 那不就是韓國瑜 已經回應你了嗎 你回應你之後 你又再加碼說 你來跟我報告 那好 那我們去跟你報告之後 你是不是又再說 又再加碼別的事情 沒完沒了了 我認為國民黨現在 已經表達善意了 你要的國會改革 也給你了 對 那你一直刁難 你一直加碼 更多的限制 所以讓大家覺得說 你沒有誠意 源氏 你們會不會現在已經 仁治意盡 你要再加碼下去 我不跟你玩了 反正我只要顧好我的五十四席 誰關你啊 不能被他牽著鼻子走 不能讓他好像於取於求 因為你要的國會改革 已經回應你了 那你還要怎麼樣 而且你還要閉門會議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最奇怪 因為柯文哲一直主張的 就是公開透明 如果說只是討論國會改革 為什麼要閉門會議 大家就直接公開透明的討論 為什麼要閉門會議 閉門會議 反而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有什麼條件的交換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個人是 不贊成說我們的黨團 要去跟他閉門會議 我覺得這樣子 表達善意就夠了 來小牛你怎麼看 我們只能說這個五個劇本 光是這兩週這一個月 柯文哲聲量好高啊 每天丟一個劇本 每天都有問題 要問黃國昌 問黃珊珊 問柯文哲 他都是笑的不打 或者是直接笑笑的 現在他就直接講團進團出 跑票的直接講白了 開除黨籍喔 開除黨籍喔 是 柯文哲心理現在到底在想什麼 我要繼續撐到2月1號嗎 是 所以 首先我們現在看 他現在說民眾黨有五套劇本 我覺得那根本就是廢話 那五套劇本就是排列組合而已嘛 你再怎麼投也只能這樣投而已 那現在看起來他們說要團進團出 所以現在看起來 最後只剩下一套劇本嘛 就是我為什麼說只剩下一套劇本 就是字題人選保送韓江沛 為什麼 這也是為什麼國民黨現在根本沒有想要跟他談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 現在民眾黨裡面有很多狀況 首先第一個 院長支持誰 韓國瑜這選前都已經承諾好 雖然現在看起來 他們自己內部說有一些變數嘛 有些變數 當然這個主要是要做空間給 這個所謂的那個 柯文哲嘛 因為柯文哲看起來跟尤錫坤這邊 關係還不錯 所以當然還是要把這個綠白之間的合作空間先拉出來 那第二個 副院長不會支持誰 就蔡其昌嘛 昨天黃國昌的直播裡面也講了嘛 雖然說他說那個是叫他的個人意見 可是很明顯嘛 現在他裡面有一個人 他就跟你講 明白的跟你講說我就是不會支持蔡其昌 對 為什麼 因為他有過去這麼多黑歷史 然後以及他又是新潮流 對 所以這民眾黨也投不下去嘛 然後再來第三個是誰 選票戳章 他們到底蓋不蓋的下去韓國瑜這個欄位 我相信裡面絕對有一些 等一下 你可以說這些委員可能在指說我要不要偷我天然交戰 對他們來講要把那個搓章蓋在韓國瑜那一欄上面 很怎麼講 那個要過的那個門檻很高啊 要跨越的那個心理障礙很高啊 所以這個公式算下來XYZ帶進去就只剩下一套結果了嘛 就是什麼自題人選保送寒疆嘛 就這麼簡單嘛 所以對國民黨來講他們根本也沒什麼好跟你談啊 我幹嘛還要進到你民眾黨黨團跟你談什麼 因為你現在只剩下一套結果了嘛 那現在國民黨反倒是要問他是說 好你到底8票會不會給韓國瑜 你在所謂的2月1號那天 8票韓國瑜這件事情你敢不敢承諾 你如果敢承諾的話也許還會有後面所謂的這個副院長 或是趙偉之間的合作空間 對 現在看起來如果你不敢承諾這件事情 根本連談都沒有什麼好談 不用好玩啦 直接不玩啦 因為沒錯啊你就是自題人選保送寒疆疆 這件事情早在幾個禮拜之前 大家就看穿了嘛 早就看穿了 所以也沒什麼好談的 那接著下來就是民進黨的事情嘛 也就是說 柯文哲跟游錫坤之間的這個曖昧的關係 其實從很久以前就鋪排了嘛 也就是說當時 這個就是當時這個萊豬啊 社宅議題的時候 當時柯文哲槓中央嘛 對 可是你看民眾黨還可以找誰 找游錫坤來當國家治理學院的講師啊 然後那個時候 游錫坤在當立法院長的時候 也特別 因為立法院有什麼 台灣議會請願遇鬥 100週年的這個紀念展 當時 游錫坤也特別邀請 同樣也跟蔣衛水一樣 同樣是台灣民眾黨黨主席的柯文哲 到立法院來去參觀這個展覽 也就是說 柯文哲跟游錫坤之間的關係 他們早就眉來眼去 非常密切啊 對啊 所以今天你看今天早上 游錫坤在跟周宇寇在吵架 對 也就是說其實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代表說 你游錫坤現在要當院長 他現在可能需要民進黨背後的一些support 也就是說 你要去跟柯文哲談 你總是要拿一些條件出來談 包含什麼政務官席次 包含國營事業的董事長 這些都有可能會是他們的一個條件嘛 那如果你黨中央要support他的話 當然的話 你游錫坤 有機會可以有這個本錢 去跟柯文哲談判 可是如果你黨中央不給他協助的話呢 那這個我想 對游錫坤來講 現在就會很困難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早上你看 游錫坤跟周宇寇在那個廣播節目 在那邊交火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嘛 現在就直接逼你嘛 如果你們選不上 要不要辭職 現在就要逼你馬上表態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十點 現在改到晚間九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